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匆匆在匆匆的来 匆匆的离开 穿热无尽的人海 曾经无法忘怀 现在 未来 你的脸 罢了 罢了 来者都是客 你们错过了大宴 我给你们补上 欧阳喜 上酒 是 老爷 请 我老夫 先干为敬 欣辉 请吧 众目睽睽 你还是给自己留几分退路 早在二十四年前 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那一刻 我就没给自己留退路 当年两块石头 你想变真假 真是易如反正 可是你不分青红造白 非说我父亲拿的那块是假的 你难道真的就从来没有怀疑过 掌管落实的薛氏吗 薛氏一族和我重租武戏 同起连职 是你爹何大人 押解我重租满门 折辱于霸门山 你父亲献出落实 根本就是将我们重租连根拔起的阴谋 老天无言 小人得志 八门山血流成河 今天 重租凋零全败你们所赐 胡说八道 爷爷 事情不是这样的 欧阳前辈 您看看你手里那封信 那是薛老宗主亲笔写的信 里面写了所有的事情经过 是您冤枉了他 我以我沐溪君子的身份担保 欧阳前辈 当年 他们何家提供的落实确实为真 薛氏交出的何实才是假的 你听到了吗 你也看到了吧 当年你就错了 该死的那个人是你 该受千重弑谷之刑的也是你 我 你放心 我 你 初恒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不成缸 直到今天 你才有了血性 可惜你糊涂啊 你手里的枪支错了人 你给我让开 芸芸 你要想杀五娘 先杀我 你以为我不敢吗 燕云 小心 子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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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别打了 别打了 我 叶云 你听话 跟爷爷走 快走 来人 来人 老爷 快点来人 老爷快走 这儿他危险 叶云 快走 我的 peripher 快 真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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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不讓你們來 非得來 弄成這樣才看戲是嗎 走 走 走 我真的沒想到是這樣的後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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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了軍火庫的方向 千宿美 走 爺爺 爺爺 不要 走 讓我 где ughter 你 sır 走 韁府 你看 爹 赐我成仇 男君 我是紫园的 你别怪也语了 你把嘴闭上好吗 欧阳雷云 几十年的恩怨 今天就做个了断吧 谁都不许跟进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火系的武库里有七百多斤炸药 我今天就是死 你也得陪我一起上吧 君子 燕英少爷 不能进去 让他来有令 太危险了 你这谁都不许进去 里边的事情你能解决吗 你能吗 君子 里边 里边太危险了 现在只有我跟燕英进去 才能够说服他们 你们俩想看着大家都死在这儿吗 相信我 我一定把他们安全带出来 铁儿 是 爷爷 你娘 如果你今天执意要杀爷爷 那我们就一起在武器库同关于尽 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娘 娘 你别怕 我等母子团圆等二十年了 今天要是不能同生 我别与你同心 不用 你快出去 姐姐 我还是那句话 要想杀我娘 先杀我 来云前辈 金老板 你们俩不顾血浓于水 一定要有一条路走到黑吗 娘 爷爷 你们这样做是两败俱生 到时候得力的只有万家军 你们非要看着你们的骨肉 用血肉质去挡住 万家军的墙口吗 娘 爹他等了你半辈子 他为你踏遍了大半个山河 群山之巅 四海之涯 他都为你去了 那资格就在八所车外盼着你呢 我都为你踏遍了 整个八宋的人都说 我是含着金汤汁出生的少爷 我是要风得风 我要雨得雨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都为你踏遍了 我从来都没有人问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和爹回来 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就是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我养了你二十年 简直是万人了 不是 你是想对付我儿子 我不想要一个人 我就是想要一个人 我我第一次知道 我就是想要一个人 我就是想要一个人 你已经死了 好 好 还是想要一个人 那我就一命定命 赶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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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一直教我沙场填兵 我不管有多苦有多难 我从来都不敢喊来 因为我就怕让您失望 现在我是魂西君子 爷爷我一定会尽全力 保证巴送到平安 但是如果 如果您今天非要杀我娘 那您给的这一切 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欧阳雷云 我何欣慰 此生与你的恩养 你别给我笑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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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老板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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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不要 吃点东西呀 不用 繁真 出去吧 你知道吗 自从土戏没了 家毁了 还没人对我这么好呢 你这么做 我挺不好意思的 我敬你一杯 一万个人进去 只有一个能出来 不行 子雾你不能去 盘据 我师父让我去 我就必须得去 放了子雾个艳云 盘据 契约书上可是写了 同生共死的 哎呀 子雾 咱可是签订启约了 同生共死 赶紧醒过来 赶紧醒过来 叶佑 你冷静一点 新老板的状况 并没有很严重 不严重它会晕过去吗 我爷爷说得对 我就是一个废物 我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我谁都保护不了 叶莹 你别担心 新老板一定会好起来的 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去找潘哥哥想办法 去吧 没有 来 看我 哦 我出一个了 快 有重赏 有重赏 这招应该叫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没错吧 现如今 你这只城外的猛虎 就可以安坐巴送城了 晚家常 你这次办得不错 只可惜啊 金素梅没能杀死欧阳雷云 没事 还有的是机会 老爷 咱们的人 死了近百人 请 也折磋了七八十条 把剩下的人合拢在一块儿 今后的事儿 就交给雁云了 是 老爷 那个叫段小鹅的丫头来找潘俊了 怕这心梅已经病重 只有她一个人回来 是 是 快让她进来吧 来 先回去睡会儿吧 我们来替你 不用了 我还得看着紫舞呢 别等会儿紫舞醒了 你看你脸色差点 你又给冰倒了 行了 我说了我不去 潘俊 你太吵了 潘俊 你醒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下次别再这样行不行 你那命 你小点声 潘俊 潘俊 你就别骂我了 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听 去 大家都没受伤吧 就你那么傻 我们谁能受伤 没人受伤就好 叶昀 你爷爷呢 我爷爷 我爷爷没事 多亏了你啊 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我护上了 叶昀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来 老天保佑 我就知道紫舞大哥 一定会没事的 就差那么一点儿 我告诉你 他下次肯定没这么幸运 对了 靳老板怎么样 我们离开武库之后 靳老板的身体 就急转直下 到现在 一直昏迷不醒 一直昏迷不醒 这二十多年他都坚持了 不可能倒在今天 潘俊 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一起吧 走 叶昀小姐 那婉家军的车队 到了咱府门口 下人们都说 八宋的天要变了 有我八宋欧阳家在 我看谁敢让八宋变天 叶昀 要不这样 你留下帮你爷爷 靳老板交给我 叶昀 守住欧阳府 就是守住八宋百姓 你现在是火系君子 绝对不能走 叶昀 你听我说 现在欧阳家和靳老板 是两败俱伤 一定要有消息 是 万家军从中 左手羽翁之力啊 行了 你现在刚好 别乱动 行 那我就留在欧阳府 盯紧万家军 我娘的一切都拜托你了 冯夕 我一定尽全力 走吧 你们俩在这儿等我 是 是 见过雷云前辈 见过燕云姑娘 恭喜燕云姑娘正式成为火系君子 是 好个万家成 都说你是万朝宗的骨功大将 少年老成算谋精远 今日一见 所言非虚 老夫佩服 跟前辈您比起来 嘉诚差得远哪 请 您请 嘉诚 上茶 这次嘉诚特地前来呢 是因为欧阳君子 答应了我们营长的婚事 嘉诚来跟前辈您通通气 不日 我们营长将亲自上门提亲 有此等事 欧阳君子正式执掌火系 此为一系 雷云前辈击败了金素梅 此为二系 前辈如果能够遇成此事 那便是三系灵门 嘉诚这儿提前恭贺了啊 这事 还得和燕云的父亲上议 我爹还在你们手里 是这样的 燕雷先生已经被我们营长 送往了金老板的营地 一来呢 是燕雷先生的坚持 二呢 是我们营长 也不愿意得罪将来的老丈人 你莫不是要做你们万司令的说客 我们老帅对您那是赞予有加 要是您能跟他京城合作 那便是百姓之幸 又能保西南太平 岂不美哉 这么说 燕雲的这门亲事 非诚不可喽 前辈如此说 那便是喜上加喜 嘉诚马上向老帅去备报 不急 不急 我欧阳雷云最讲究的就是 力上往来 您放心 我们老帅一定会开出 让巴宋百姓满意的条件 告辞 送客 站住 找你们金老板 爹 爹 你来了 好 你娘呢 在里面 你可信 我自己不是 你都试过 那些人 当时梅尔被重足处于 千重尸骨之心 中了七毒 但是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 所以我心里他一直活着 他的左手拇指 进张至关节处的红肿 已经蔓延至整个手臂 这个毒发展起来 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 所以现在必须把毒素拍出去 是 这样小鹅 你去热一壶热酒 烧热酒 对 快去 好 怎么 心情不好啊 我刚才在里边 看到金老板躺在那儿 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我娘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早早地学会拿起枪 保护我娘 石姐姐 你说我是不是很自私 我从小就厌恶打打杀杀 只想保护自己的小家 我判了二十年 结果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 两败去胜 我终于找到我自己的母亲 可她却只能躺在那儿 你说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把枪对准 重塑真正的敌人 如果没有大家 那我们的小家 就只是激流中的一夜小钟 随时都能被巨浪掀翻 既守不住梦想 也守不住自己的亲人 燕莹 是时候重新振作起来了 木系艺术精致 谢谢你了 如果我爹也在的话 应该会更好 热酒来了 我又是我 你叫屎里 你叫屎里 露碧 你醒了 光光光了 梅儿 是你吗 是 我是眼泪 我以为我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就知道你没死 我还没有人 可以抱抱我吗 你一个大男人还要抱抱 说我对不起自我 你又没有想过放弃暴走天涯 怎么可能没想过 只是 不是现在 我知道 你不是舍不得宝藏 你是舍不下崇祖 知我者 妙妙实验 叛军 你的选择 也是我的选择 你 潘大哥 你快去看看金老板吧 新学生周刊 地质研究学刊 联合刊登的文章叫 陆有冻死骨一文 涉嫌侮辱各级官吏 夸大灾情 蛊惑人心 现在已勒令各个报馆 撤下不识文章 如有再次刊登 马上做听刊处理 谁那么多事 给我爹住沙了 营长 您堵住文人的嘴 不让他们在报纸上出出气 他们就会上大街上闹 到学校闹 甚至到咱们家门口来闹 朱雅说 这茫荒之地识字的有几个 连饭都吃不上 买得起报纸里又有几个 就这个能蛊惑谁的心的 那这事 就这么算了 营长 这个人啊 叫做高怀远 是居住在大不列颠的中国医生 这个高怀远哪 不好好地治病救人 仗着读了几年杨墨水 在国外的各个报纸上诋毁咱们 就这次的巴宋灾情来说 他把灾民的照片啊 放到了国外各个报纸上 搞得是满城风雨 这巴宋啊 如果没有人接应他 我不相信他一个人 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是谁接应他的 你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 是谁接应他 高怀远在国外期间有个挚友 就是欧阳家的公子 欧阳燕雷 欧阳燕雷 我老丈人 这事有点意思啊 更有意思的是 高怀远是个假名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话 他很有可能是崇祖木系君子 潘颖轩 你给老东西拍电报 这事太麻烦我不想管了 这事太麻烦我不想管了 那个人草逝世恋你也抓紧啊 让开 你 看来 我低估了签证事故制度了 我现在只能尽量帮金老板 多争取些时间 如果我爹在的话 会有更好的法子 我这儿还有个方法 只是有待考证 什么 人草逝的血液 对 天宫造物集里有提到过 说是人草逝的血液可解百毒 但是 成功的案例没有记载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子武还在床上躺着也下不来 谁去试炼人草逝啊 適炼人草逝 碾 星天与近sten 来 个沐细叛军就能毁掉了 金宿美和欧阳家的两苦相争 箴 让人不必带留了 您有心事啊 燕云娜 你跟那个燕鬼万虎山的婚事 到底是从何而来呀 我从一开始答应驾万虎山 就是缓兵之计 我要保的 只有欧阳府 中山大事 岂能用来博弈呀 那孙女这次不还赌赢了 宁寿院当天 万家军一直按兵补斗 爷爷 这些事 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你都长大了 学会跟爷爷买棺子了 爷爷 孙女已经不是小孩了 爷爷 眼下我们如何对付万家军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 我想向您推荐一人 可以制衡万家军 有这种人才 说来听听 那欧阳老爷子 请我喝杯酒怎么样 嗯 嗯 Zither Harp 无需笑 无需笑 容天极大淡去那忧伤 我愿在这悠悠山谷里温那地声忧伤 空气中弥漫旧人海草香 热红尘不思量 依然回头啊 啊 寻命一世在距离破碎 终以下的遗忘 殊不知情到神主也未央 又饮又梦一场 一人在身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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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